其实都见到消费者可能在找装修的时候 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 令到你们都做了这个研究报告出来 其实可不可以都讲一下 你们的数据找到的那些状况里面 通常大家是遇到怎样的困难的呢 其实我们今次整个数据开始由2017年到2023年 横跨这七年间搜集了很多的投诉 投诉里面大部分都是以一些言工 或者可能合约条款不清楚等等 所以加上还有很多那些细节的东西 还有我们看回整体的投诉数字 七年下来具体一点差不多平均 每两天就有一单的投诉 因为加上七年一千二百单 然后每一年有一百七十单左右 所以其实那个数字都很惊人 还有那个金额都不小的 凡是装修都很大限 所以我们觉得是需要正视 和去做一个这样的调查 让我们来看吧 凡是个人的词 感谢观看